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伯拉罕首先是将这大国的应许赐给他 然后紧接着又将这大明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今天我们就来查考一下 神在此之后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关于这大地的应许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国家它要具备三个要素 首先一个国家要有它的土地 比如来说对我们中国来说 我们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所以国家的第一要点就是要有地 要有它的土地 要有它的国土 其次作为一个国家就要有它的百姓 要有它的国民 第三就是一个国家要有它的主权 也就是要有它的统治者 要有它的统治者 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将这大国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之后 说亚伯拉罕你必成为大国 然后又有了这个国最终要成就的一个大明 这样一个有大明的大国必然怎么样 要有它的土地 所以紧接着马上神就将这土地的 也就是这大地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经文 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罗得离别亚伯拉罕以后 耶华对亚伯拉罕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阿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 当时亚伯拉罕与罗得分手之后 在十四节是这样说 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向东西南北观看 十五节说 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可见在刚才创世纪十三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所说的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 所看到的这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 这一切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这大地的应许 首先第一点 我们先看看这应许的内容和意义 首先第一小点 我们看一下关于大地 这大地指的就是迦南地 指的是迦南地 这迦南地就是属灵的天国的影子 这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之地 创世纪十七章八节是这样说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事 阿们 注意这里创世纪十八章 十七章八节这里说的 就是迦南全地 这个中文圣经说的全地这个词 希伯拉语叫库尔 库尔意思是指全部的 所有的全部的 库尔这个词通常用在法律上 是指的全部完全的意思 我把这迦南的完全的地 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是这个意思 之前我们都知道 神在哈兰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特别强调了亚伯拉罕你要进入迦南地 告诉亚伯拉罕的人生的目标 应当是非常的明确的 目的地非常清楚的 目的地就是迦南 这里用了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形态 是说你要进入迦南地 迦南地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大地 创世纪十二章五节说 亚伯拉罕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尔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可见亚伯拉罕是完全的按着神的吩咐 按着神的话语去执行了 第二点我们看看这迦南地 所运含的地 第一小点就是 迦南地是神作为基业所赐下的地 在诗篇一百零五章十一节说 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产业的份 阿们 所以这里说产业这个词 在西伯拉语当中叫 拿哈拉 拿哈拉 是指遗产 指那种可继承的财产 可以代代相传的那种产业 可见这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大地 这迦南地 既是赐给亚伯拉罕的 也同样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 赐给他儿子 也赐给他孙子雅各 赐给他的曾孙约瑟 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 给一切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 这产业也是赐给所有的立约后裔的产业 第二点 这迦南地是神要建立神国的一个侨头保 一个像基地那样的地 神以迦南地为基地来建设神国 神应许这迦南地要成为整个世界的属灵的中心点 要成为属灵的中心 全世界都要成为神的国 这是神的旨意 而这神的国的成就 就是要通过这神国的基地 迦南地来充满整个世界 以此为基地来向全世界扩张 以西节书38章12节 说我去要抢财为掠物 夺货为掠物 反手攻击 那从前荒凉 现在有人居住之地 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 从列国昭聚 得了牲畜财货的民 所以这里说 神赐给以色列民的这迦南地 就是当时的世界的中间 是核心的地区 是神成就神国的一个核心的基地 另外 以西节书20章6节 说那日我向他们启示 必领他们出埃及 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乃与密之地 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 阿们 这里说 这迦南地是神为他的选民 在万世之前所亲自查看过的地 加南地也是以神为统治的国家 是神的属地 是属于神的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神救赎金轮的这中心地 神所为他的百姓所预备 所亲自查看的地 这属神的地 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教会对我们而言 就像之前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那迦南地是一样的 教会就是天国的影子 就是属灵的迦南地 第二大点 我们来看看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这大地的应许 是如何成就的呢 首先我们先看看 这第一层面的成就 那么我们都知道 亚伯拉罕是最终是 遵着神的话语 到达了迦南地 所以在《使徒行传》 七章四到五节 就这样说 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阿们 这里我们看到 在亚伯拉罕最开始来到迦南地的时候 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这里说是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就像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像我们来到一个城市 连一平米的房屋 一平米的土地都没有属于我们的 完全是寄居的客旅一般的生活 这是最开始 但这之后 这应许在亚伯拉罕的信仰人生当中 在不断的成就着 首先我们看 第一 是因为购买了迈比拉洞 迦南地成为了属于亚伯拉罕的土地 亚伯拉罕为了埋葬妻子撒拉 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三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约是迈比拉曼历前 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 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 乃是他在贺人面前 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 埋葬的 阿们 当亚伯拉罕为埋葬自己的妻子撒拉 而购买这迈比拉洞 这田间的土地的时候 神的应许开始了成就 刚才我们说过 亚伯拉罕出到迦南地的时候 是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的 但是神的应许 是把整个迦南地 都赐给了亚伯拉罕 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随着亚伯拉罕购买下 这迈比拉洞的田地 神的应许在不断的 在亚伯拉罕的信仰人生当中成就着 我们都知道 在迈比拉洞这个地方 包括亚伯拉罕和撒拉 还有他的儿子 还有他的儿子 儿媳以撒和利百加 还有雅各 利亚和拉杰 都是葬在了这迈比拉洞 可见神将这迦南地 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永远没业的应许成就了 这里我们看到 不光是应许给了亚伯拉罕 而且也同样应许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在这里看到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这祖孙三代都是埋葬在这里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 神将这大地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这一应许也同样是对今天 我们每一个 因信耶稣基督 而同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 这一应许就是对我们的应许 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经文 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十一节 说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 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 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 创世纪五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说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 伴了把他搬到迦南地 葬在曼里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 做坟地的 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应许 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 关于这大地的应许 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在成就着 另外一点我们看看雅各也是购买了这事件地 买下了事件 创世纪三十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雅各从巴南亚兰回来的时候 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城 在城东支搭帐篷 就用一百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 哈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 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 阿们 这里我们看到 当时雅各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这苦难生活的时候 最终了渡过了亚伯和 他再来到迦南地 他买下了这事件 并且在此祝坛 可见雅各是通过他的爷爷亚伯拉罕 在亚伯拉罕那里 他知道了这迦南地的重要性 这迦南地是神亲自应许给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的 并且这地是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永远为业的地 所以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 首先就购买了事件 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买下这事件地 因为他知道这事件地就是当年神向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 是亚伯拉罕向耶和华筑坛献祭的地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六节到七节 说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事件地方 曼尼香树那里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 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阿们 当时神就是在事件这个地方 亚伯拉罕来到事件这个地方 神向他显现 并且在事件这个地方 应许给他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我们看事件这个地方 在神的救赎史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说 这事件就代表着迦南地 这事件就是迦南地的象征 就像今天 我们如果一提到北京 我们就知道这指的就是中国 同样我们一说 东京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想到 这东京肯定是象征着日本 同样 亚伯今天所买下的这事件地 这事件就意味着 亚伯得到了这整个迦南的产业 这事件就象征着迦南地 从此迦南地进一步的成为了 雅各子孙的产业 我们一看 约书亚纪34章 约书亚纪24章32节 说 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 约瑟的骸骨 埋葬在世界 就是在雅各 就是雅各 就是在雅各 从前用一百块银子 向世界的父亲 哈末的子孙 所买的那块地理 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大地的应许 这 神所应许的这产业 当时是在亚伯拉罕 雅各 以撒 约瑟 这些子孙的身上 在不断地成就着 这迦南地成为了 亚伯拉罕后裔的 永远为业的产业 第二点 我们再看看 这第二层面的成就 那就是通过约书亚 和所罗门 得到了成就 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 约书亚纪 二十一章 四十三节 说 这样 耶和华将从前 向他们列祖起誓 所应许的权地 赐给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 维业 住在其中 阿们 以色列人结束了 在埃及 维奴的四百三十年的 苦难生活 之后 在摩西的带领下 进入旷野 然后他们经历了 四十年的旷野的熬炼 最终 在约书亚的带领下 进入了迦南地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们分散在迦南的土地上 按照支派分封了土地 这里说的 就得了维业 并且住在其中 我们看到 直到 直到以色列人 最终进入到迦南地 完全的进入迦南地 生活之后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这大地的应许 在亚伯拉罕的 后裔子孙身上 进一步的得到了成就 第二小点 我们看看 这一应许 通过所罗门 又是如何成就的呢 我们看 历代之下 九章二十六节 所罗门同管诸王 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阿们 当时在所罗门 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当时的国土面积 是最大的 这里说 是从大河 大河指的就是 又发拉底河 从又发拉底河 一直到埃及的边界 可见 当时以色列国的 这土地 是非常的辽阔的 而当以色列国 鼎盛时期的 这所罗门王 在位时的 这疆土 这一点 正是成就了 神曾经应许 给亚伯拉罕的话语 我们看 创世纪十五章八节 说当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 必约 说 我以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 直到 柏拉大河之地 阿们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神就在 创世纪十五章八节 这样将 大地的应许 包括他的范围 应许给了 亚伯拉罕 而且是 以 立约的形式 告诉亚伯拉罕 说是从哪啊 从埃及河 一直到 柏拉大河 我们看一下 下边这张图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 我把 这从埃及河 一直到 柏拉大河 也就是 一直到 这 又发拉里河的 这一片土地 都应许给了 你的后裔 所以 这应许 一直到 以色列国的 鼎盛期 也就是 所罗门做王的 这个时期 作为 亚伯拉罕的子孙 当时的以色列国 成就了 这一应许 神的应许 成真了 真的成就了 所以各位 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的应许 是必然成就的 所以 在我们今天的 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 轻看 神的话语 对于神的话语 不要藐视 不要当耳旁风 不放在心上 来教会 礼拜的时候 总是那种 我到教会 去听一听 听点道理 不是这样的 各位 一定要相信 神的话语 是必然要实现的 神的应许 必定会成就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 这大地的应许 也是同样赐给亚伯拉罕 子孙 也是同样赐给 今天的我们每一个 因信耶稣基督 而同为亚伯拉罕的 后裔的子孙的应许 给亚伯拉罕的话语 同样就是应许给 今天的我和各位的话语 所以不要当作耳旁风 不要不相信 神的旨意是神的国 必然要成就的 神国的成就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一定要坚信 神所喜悦的事 是必定要成就的 我们看 以色列书46章10节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说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阿们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您 赞美您 感谢您今日再一次通过网络 从四方招聚我们 让我们能够聆听到 这圣经救赎时的话语 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 虽然没有这立足之地 但是您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大地的应许 在之后亚伯拉罕的信仰人生当中 在不断的成就着 愿这样的话语今天临到我们的时候 您也能赐给我们同样的信心 让我们都能够效法亚伯拉罕那样 让我们都能坚信神的话语 是必然成就的 让我们都能够持守这话语 坚信神的应许到底 给您兼顾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如此不配地祷告奉告恩主 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 感谢祈求 阿们 也感谢天父 也感谢屏幕前您的陪伴 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我是雅各 我们下次再见